我整个厕所弄一个很大厕所 没有死亡 现在来带这个母亲来生一个 鞋子三十五九 这样就没办法 新郎官当霸双喜 敬酒猝死 救护人员急着将住在 男头四十二岁的新郎吴俊翰 送上救护车 但仍无法将以信心机梗塞的他 就回来 使得喜事变成丧事 让人不胜唏嘘 去年底她的女友才替她生下儿子 这个礼拜天她们不请喜恋和买月酒 平常很少喝酒的她 她心底喝了几杯喜事的威士忌 没想到回家后开始呕吐 爸妈你们快来了 阿汉昏倒了 我妈妈说 看这款人说 人员 中国人家 救护自己救护不好 讲到未来怎么办 死者的母亲深深叹了口气 他们将和媳妇一起抚养孙子长大 医师表示 喝酒后血压会上升 可能因血压高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只有及时送医才有活命机会 东新闻综合报导